Sega 在日本舉行的 RGG Summer Summer 2023 中 確認這次人中之龍 8 將會是在海外展開的劇情 本次故事舞台將會是歷代最大規模 還釋出了一段主角春日一般和童生的對話影片 沒想到在故事中春日向沙龍子求婚 導致沙龍子勃然大怒 於是春日向童生請教 是不是有什麼好的建議和求婚方法 兩個人居然一本正經再討論這麼浪漫的話題 人中之龍 8 預定 2024 上半年於多平台登場 越老越下的童生跟身材相當精實的春日 到底這兩位主角會如何一起奮鬥成長 實在是令人相當好奇啊